张化一名王姓男子因为酒后骑车被警方扣车 转向父亲要另外台车骑 被拒绝之后两人发生争执 一言不合王姓男子竟然就点火烧机车 结果火势太过猛烈延烧到自己家 整栋民宅都被火蛇吞噬 还好屋内没有人 父亲听到消息之后来收拾残局也相当无奈 民宅陷入火海 消防队员拿破坏器材切割铁门进入救援 火势猛烈很快的民宅被火吞噬复制一具 除了民宅烧毁 门口的机车也被烧成废铁 警方调查这是起人为纵火案 无主王姓男子只因不满父亲就放火 老父亲到消防局协出调查 他说王姓男子因为酒后骑车被警方扣车 转向父亲要另一台车被拒绝 当时他就扬言要把车骑到山上烧掉 没想到一早就听到消息 王姓男子放火烧机车 连带的连自己家也烧掉了 放火烧车也烧掉自己家 人就不知去向 住在隔壁巷的父亲来帮忙收拾残局 脸上尽是无奈 记者戴好帽 中文报道